香蕉配她一起吃,大肚子没了,连便秘都好了,瘦到家人都认不出来。 现在生活节奏加快,工作也好其他也好,多半都是做住的,这样久而久之身形便开始走样,尤其是肚子上的肉也越来越多,这可惜坏了不少暧昧的女性,今天给你介绍这一物,香蕉配豆浆,一夜瘦五金,便秘也治好了。 减肥不用再愁没有好方法了,用香蕉配豆浆的办法,包你一夜就能瘦五金,用这两种食物制作的健康瘦身食谱不仅能减肥还能治便秘,下面先看一下她的瘦身吃法。 1. 减肥做法 材料 香蕉一根,无糖豆浆100毫升,可随自己的爱好调整份量,喜欢清爽口味的可增加20L0ml的豆浆。 1. 香蕉取皮 在背内用勺子压成糊状 2. 将豆浆倒入装香蕉的杯子中搅拌,香蕉与豆浆融合即可合。 3. 香蕉 香蕉豆浆放置一段时间就会氧化变成茶色,建议立即饮用。 2. 三大瘦身喝法 1. 早餐喝 L倒两杯,轻松瘦下来。 3. 香蕉 对平时不吃早餐的人来讲,既营养又瘦身,还可以治疗便秘。 2. 晚餐前喝效果加倍。 3. 晚餐前30分钟至L小时喝一杯,能增加饱腹感,减少晚餐摄取的分量。 3. 也可用香蕉豆浆代替晚餐,但要注意另外两仓的营养摄取药均衡。 3. 感觉饿时喝,不会累积结石。 3. 香蕉豆浆是能给予饱足感的饮料,最适合肚子饿的时候饮用,让你不用强忍空腹感而累积过多减肥压力。 3. 饭前一根香蕉,太厉害了。可是知道的人太少了。 3. 香蕉越成熟及表皮上黑斑越多,它的免疫活性也就越高。 所以从现在开始要吃熟一点的香蕉哟。 因此,专家们研究认为,香蕉具有的免疫器动作用比较温和,在人体状态健康时并不会使免疫力异常升高。 3. 但对病人,老人和抵抗力差的体弱者则很有效果。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妨每天吃一至二根香蕉,透过提升身体的抗病能力来预防感染,特别是预防感冒和流感等病毒的侵袭。 研究显示,两条香蕉,可以提供足够能量维持90分钟剧烈的运动。 但是,香蕉不单只提供能量。 还可以帮我们克服或治疗好多病症和身体状况,所以我们必须把香蕉加进每天的餐单。 1. 抑郁症。 患抑郁症的人,在吃过香蕉后,感觉好好多。 2. 因为香蕉含乱基酸,会转化成血清粗浸素,令人松弛,提升情绪。 2. 便秘密。 3. 宿醉。 香蕉奶色加米糖可以及时解酒。 香蕉松弛胃部,蜜糖提升血糖水准,舒缓精神和制作碳水化合物。 4. 心脚痛。 香蕉对身体有一种天然的质酸性,有阵痛作用。 5. 早上无精打采。 早餐后午饭前,吃少量香蕉可保持血糖水准。 6. 贫血。 香蕉。 香蕉铁质含量高,能刺激血液内的血色素。 7. 血压高。 7. 香蕉。 香蕉含极高量的钾,但盐粉低,最理想是降血压。 7. 香蕉。 8. 脑底。 9. 香蕉。 在英国Twiccan就有200名学生,为了要提升脑力,帮助考试。 在学期开始,于早餐,小修和午饭,都吃适量香蕉。 研究显示,含丰富甲质的香蕉,能提高学生的专注力,对他们读书有所帮助 9.超重 奥地利心理学学校研究发现,工作压力大,使员工会不断进食巧利客和薯片去舒缓情绪 研究员对5000名医院的病人做研究,发体型肺胖的,通常都是私质压力非常大的工作 研究总结认为,要避免引起对舒缓情绪失误的预念,就应该约每两小时吃一点高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以降低身体内的血糖水准 10.胃溃疡 香蕉是调理肠胃失调的失方,因为香蕉有助柔软的纤维而且柔滑 对于长期患者来说,香蕉是唯一可以进食的胃主熟食物,而不会有不良反应 香蕉还可以中和胃酸和减少疼痛 11.稳定重咬 用香蕉皮内部轻擦换处,可退重消炎 12.紧张 香蕉的维生素B含量高,可帮助舒缓神经系统 13.体温控制 在不同国家,地区和文化中,都有把香蕉作为一种降温的果物,可以用作降低身,新的热度 14.在泰国,孕妇为了适应而出生时有较为良快的环境,临盆时就会吃香蕉 14.戒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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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戒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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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戒烟 15.戒烟 4.蜅烟 15.戒烟 18.戒烟 心跳使之正常化,从而将氧气顺利送到大脑,以及调节身体的水分。 等受到压力紧张时,我们的新陈代谢就会加快,因而食甲的水准一降。 甲含量高的香蕉,正好做补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